你沒事吧? 有你, 有我, 宣傳送鋼 靠下不情自來, 只有何貴哥 萬貴自主, 我足夠了 你今天發紅功了, 我也沒有必性的把握 那也未必, 我反而有必性的把握 好 可以 中戰五十年, 即將會拍 聽說, 出道萬噸厲害王大決戰 怎麼這麼重重 你聲聲聲聲聲聲, 二十年都去得很盡 好, 決定了十二號星期六, 八點七 好, 那我就星期日十三號, 七點十一 聲聲聲聲聲, 鐵絕望 雷霆萬噸, 大頓作 決定不改的 看你改不改 話說小環, 鍾情於方大玉, 伯伯能自伯 你猜雷老虎, 還有沒有機, 再見逆氏老婆呢 怎麼樣 方世惡 什麼 或許公司 有個叫 有個叫 喝到凹了 凸子蟹 唯他果汁的一派 完全投入凹了 新冠军 這支都全買 甚麼都喝完 唯他果汁 喝少一滴都不得 免費送車送樓 漢通四行顯示中英文傳呼機 好在有雅典牌金剛系列 去特設廣角渡流板 擴大秋急範圍 多多煙都沒得走了 Thanks Athens 雅典牌金剛系列 百分百高科技陶瓷 藍寶石水晶標鏡 永不懦損 油滑亮澤 佩戴舒適 雷達標超越現在 把握將來 細菌在潮濕的浴室之生 繁殖 積聚成一層層環國的群網 這些浴室環舊 又難洗 又不衛生 一瓶全身多霸道殺菌去救劑 連刺盤環舊都起清 浴缸和磁磚更加滑那麼快乾淨了 整個浴室都光潔衛生 全身多霸道殺菌去救劑 喜精浴室還救 細菌通通趕走 暑假旅遊團閉熱辣辣 劍文會寫暑假降溫大行動 全身回復淡貴價錢 小童還有勁減一位高達三千元 放暑假去旅行 立刻來找劍文 小童還有木馬 小童 我去找個手 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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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根本是不可能傳染到給你的 不要冷靠,真的不要冷靠 你不要以為一次以為沒事 就是發生了在你的身上或者是我的身上 打安全套、驗血 對自己的醫生和他了解多些 問多些愛子病的問題 無線電視翡翠台 各位觀眾,再過五天就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布投降的五十周年 五十年後的今日,日本仍然不肯正式就當年發動侵略戰爭,向亞洲國家道歉 到現在,他們提及五十年前戰敗投降,也只是用中戰這個字眼 我們一連三個星期的特輯,叫做中戰五十年 就是要反映到今日,很多日本仍然不願意承認他們當年的侵略行為 在特輯裡面,我們會看看日本人對這場戰爭究竟有沒有反省 不過,無論用甚麼字眼,都是沒有辦法掩蓋歷史事實的 無線電視新聞部的採訪隊今次去到日本 除了嘗試分析日本人的心態之外,也都希望揭開他們隱瞞歷史的手法 而另一方面,受日本侵略長達八年的中國 就仍然有很多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日本始終不願意面對解決 我們的採訪隊,也都去到中國大陸多個城市 看看中國人怎樣在五十年後,還要爭取分一個公道 不過,今晚我們先看看日本方面的情況 是的,袁紹青,你們在日本訪問了甚麼人呢? 我們採訪的對象,包括一些軍國主義的死硬派 一個曾經願意為天皇,執行自殺式任務的前神風特工隊隊員 以及日本頭號戰犯,東條英姬的孫女 對象,我們在隨時刻馬上途獲ство 請進入電視宴宣布 在200級IP,FM之中, 使他接進的 記錄照,Cyc,SFM夜i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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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夜isi 估計分析,FM夜isi,FM夜isi,FM夜isi,FM夜ада 一旦跟火,N暴的參與飛球的有線筆 當時,是M夜is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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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夜isi FM夜isi,FM夜isi,FM夜isi,FM夜isi 新和帝国提供をして共同宣言に大勉強に至れるようになり 新和帝国と共に 日本的櫻花每年只開一次 戦敗後 已经開了五十次 恒久不变 日本人对于五十年前的一段历史 今日的看法又有没有改变 今日的日本有六成半人口在战后出身 对于这些新一代五十年前发生过什么事 他们其实不是太关心 今の日本は平和でみんなが楽しんでいる これはやっぱり日本の今の形ですね 除了不关心 其实很多日本人 对这段历史都不太清楚 在繁荣的背后 历史的面貌已经模糊不清 原因之一 是当年有关日军残酷的侵略行为 多年来都被刻意淡化 隐瞞甚至扭曲 距离日本广岛市没多远 有一个面积很小的小岛 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个小岛在日本的地图上消失了 因为岛上面隐藏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由广岛坐过几分钟的车 再坐十五分钟的船 就到达这个大九夜岛 原来在三十年代 这里是全日本最大的生产毒气基地 今天这个岛已经开放 但是当年根本没什么人知道 日本在侵华期间 就利用这里製造的毒气 杀死了八万个中国人 村上初一十四岁的时候 刚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九四零年 他听人说 这个岛是陆军工厂 来这里做工会很有前途 怎知来到之后 见到要做的工作 嚇了一跳 所以来到这里 ここ是毒滑工厂的事 一時非常恐怖感觉 但是 毒滑兵器是人道兵器的 教育的中心 自分的意志是 国家的为了 这种意识 毒气当然是要来对付敌人的 但是 岛上的野兔 就首当其冲而受害 这些野兔的祖先 当年就成为 军方试验毒气的牺牲品 由于在战场上使用毒气 是违反国际公约的 大九夜岛毒气工厂 就成为高度的机密 在战后 日本官方继续隐瞞毒气厂的事实 除了地图上没有了这个岛 所有货本都隻字不提 吉建二明是历史系教授 到80年代 他在美国的档案处 才发掘到有关的资料 其实 美官在战后 就发现大九夜岛有毒气工厂 并且将工厂烧了 又将大量的毒气倒了下海 不过 就将有关的资料带回美国 并没有公主于世 但人家的教授 特别证吗? 在他身上打草 我们把毒丝大战 烧热 それ以后 我们将毒丝不断 烧烈 买热 而 毒氣不是用來殺人,只是等敵人中毒之後,就喪失戰鬥能力。 村上蔡一說,當時年輕信了這一套。 直到戰敗,他才知道原來日本在中國大量使用毒氣,他覺得很內疚。 日本政府對曾經使用毒氣和化學武器,就始終回避和掩飾。 而戰後,也沒有人要為製造和在戰場上使用毒氣這些罪行負責任。 這裏是中國東北的哈爾濱。 1936年,日軍在這裏設立731部隊總部。 這就是當時的焚絲爐。 731部隊為了研究細菌武器,用活生生的中國人和韓國人,做各種人體解剖,或者細菌和冷凍實驗,手法非常殘酷。 做完實驗之後,就將屍體在這裏焚燒。 估計受害的有三千人。 不過,這些滅絕人性的罪行,戰後一直被隱瞞。 直至到80年代,才有人揭發公開,引起國際間的關注。 而日本政府才肯承認有這樣的事。 其實,1946年,戰勝的盟軍曾經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日本戰時的罪行。 但是,731殘酷的人體實驗,軍事法庭就完全沒有處理到。 根據後來披露的一些機密文件,美國當年認為731部隊的研究結果,對美國的安全有重大的影響,於是決定不在軍事法庭審訊有關的罪行。 而將這些資料,秘密運回美國。 在731部隊做過實驗的醫生,都不需要受到任何懲罰。 回到日本,還新居遙跡。 吉川醫生,後來成為日本南極探險隊的低溫處理顧問。 北野醫生,就出任一間大型血液處理廠的總裁。 事實上,不用坐牢還明成利就的,不單是731部隊的醫生。 岸信介,大戰期間的商務大臣。 他有份策劃大規模從中國和韓國拉夫路到日本做苦工。 戰後,他在遠東軍事法庭被判為甲級戰犯。 但是,在1948年,就獲得釋放,並沒有受到嚴峻的懲罰。 1957年,岸信介竟然做了日本的首相,掌握國家大權。 甲級戰犯成為首相,各種的戰爭罪行又被掩飾埋沒。 對於日本國民,是非黑白和歷史事實,已經混淆不清了。 本日,我們要說。 政府的現在主流,沒有變成日本的戰爭。 例如岸信介竟然是戰爭犯人。 所以,這就是戰爭後的総理大臣。 所以,日本政府的主流,沒有反省。 除了沒有反省,日本政府還公然串改歷史。 在82年,文部省將教科書寫侵略的字眼,改為進出。 雖然,在太多亞洲國家抗議下,文部省最終都屈服, 准許貨本再次用侵略這個字。 不過,文部省要串改貨本來掩飾戰爭的罪行, 就不止這一次。 嘉穎三郎四十幾年前,開始編寫中學教科書。 他說,六十年代開始,文部省就屢次修改 他編寫有關日本侵華的部分。 嘉穎三郎很不服氣。 於是在1965年開始,和政府打官司。 一打就三十年,到現在還未了結。 日本人受神道教的思想影響。 忠於國家,忠於天王。 再加上教育的洗腦,日本人民就落於為國捐區。 在下一節,我們會訪問一位曾經願意為天王而死的前神風特工隊隊員。 星期日晚,群情洶湧。 星期日晚七點十一,萬噸聰明王,大決戰。 九點七,方世屋。 我最喜歡打架的了,我覺得是。 你過來吧。 阿Lam是很有男性的,尤其是有他的脾鬚仔。 我覺得他的脾鬚仔很有型。 他是很有性格的。 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 我和阿Lam,我想我會選好朋友。 好朋友。 朋友。 我也想做他的情人之記。 可不可以三樣都是。 林梓祥,與你聲聲相識二十年。 星期六晚八點七。 越海集團之,越海莊園廣告雜誌。 星期六晚十一點半。 四天供水一次,人得。 石油危機,人得。 前途談判,人得。 今天,全港六百萬人忍無可忍。 買信員數碼電話,由二千四至三千九。 問你怎樣忍。 一眼看透,就知是最cool的清新享受。 一眼看透,就知是最cool的清新享受。 最cool的你,當然是最cool的七氣。 放松嶺,和別人。 旺龍。 那邊有天啊! 照片深夜又不薊。 一眼看透,就知是最好。 一眼看透,就知是最好。 由一眼看透。 一眼看透。 好变成竣集團,就是最好。 一眼看透,就知是最好。 一眼看透,都不薄。 一眼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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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夜太陽是UFO造訪地球的鮮小 自然界奇異現象神秘北極光 星期六晚10點1,親歷其境 日本九州南部的知覽市 這條路的兩旁有1026支石造的燈柱 每支石柱是為了紀念一個年輕人 石燈柱要紀念的人就是當年神風特工隊的隊員 他們死的時候都很年輕,最小的只有17歲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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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太平洋的戰士致節敗退 為了扭轉劣勢,竟然成立特工隊,執行自殺式任務 當時日本要年輕機師用自己的身體做炮彈 將飛機衝落美軍的基地,和敵人同歸於盡 特工隊的隊員被稱為櫻花 形容他們的生命,好像櫻花一樣短暫而燦爛 消逝的一刻,亦都是最美麗的一刻 這點,亦都反映出一些日本人對死亡的看法 這個老兵曾經到過中國打仗 他就說,羨慕特工隊員,死得漂亮 九州之南的神風特工隊博物館裏面,有很多年輕機師的遺照 其中一些照片,圖片說明是這樣強調 面對死亡,這班年輕人的笑臉充滿美感 在日本戰敗50年後的今日,這間博物館仍然以愛國口號 和年輕機師的笑臉,來掩飾當年要年輕人虛號生命的悲劇 博物館的職員仍然讚揚特工隊的死是值得的 這間博物館經常有學生來參觀 不過,對於博物館所貫輸要為國犧牲的意識 新一代似乎不是太接受 可惡性的,今では少し考えられません 渡航隊になって下さいと言われたら鳴りますか? 多分鳴らんでしょう どうして? やっぱり死にたくないですよ 次郎,陸軍特別攻撃隊の最前線基地であった 高田平是僑倖生還的神風特工隊員 高田平在23歲的時候被挑選做特工隊員 當他將飛機運送到支艦基地途中 飛機的螺旋掌有故障 跌了落一棵樹上 高田平受了重傷 醫好傷之後想再出動 日本就已經投降 支艦位處日本南端 具軍事戰略價值 高田平說當年的特工隊員 就由這裏向南起飛到沖繩執行任務 中道賴善弘是博物館的義務導遊 他是一支南出生 熟悉特工隊的事 他說有些特工隊員明明怕死 但是為了維護天皇制 就要燒著地上飛機 大員が出る時に記念撮影してるんですよ で皆さんね あの遠足に行くみたいに明るい顔して出て 出撃した後に あの信号を片付けに行くわけですね 洗濯のためにね 片付けに行くとね 異常にね あの枕がぐっしょり濡れとったそうです ですから あの人が見ていない時は 一晩中泣き明かした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みんなの前ではそういうこと言えないけど 本当にその心を許した 親しい人に なぜ俺は選ばれたんだろう やっぱりね 高田平的父母 以他能夠加入特工隊而驕傲 もちろんの伝統 尋了1000名女子 積著這幅象征可以海船回歸的布 被他帶去戦場 雖然執行的是自殺式任務 但是很多特工隊員 仍然希望不用死 可以平安回国 這本字典 是由高田平的隊友 臨起飛前送給他的 這個隊友 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已經死了 在25年之後 高田平無意中發現 歸還這個字 竟然被圈上記號 顯示 他是希望從戰場上回來 高田平在戰後完成大學課程 後來做了一間大公司的董事長 現在有兒有女又有孫 他覺得很幸福 不過在這場戰爭 總共有6000個年輕人 在執行自殺式任務的時候 無辜死去 天皇制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のため 国民を死なしていく そんな権利が一体誰にあるのか いうことはやっぱり考えるようになった 日本人的心目中 天皇是太陽 不可以接觸 又好像神一樣 正眼望都不可以 御人天皇在位的時候 日本發動在亞洲和太平洋的戰爭 當時的日本意氣風法 一心想著用強大的軍力 在亞洲稱王 而日本人民就一心一意 要為天皇作戰 当时日本是立宪军主制 表面上一切国策由内国决定 但是日本一些评论家就认为 天皇并非好像外界那样说 对战争毫不知情 事实上御人是皇军总司令 早在1937年11月 他已经在皇宫设立总部 亲自监督作战 为进攻南京作准备 而日军在37年12月进攻南京 就是由御人的叔父 做其中一个指挥官 日军入城之后 在六个礼拜内 屠杀了30万中国人 当御人的叔父 和一些将领 由中国回到日本之后 御人更加亲身家长他们 但是战后 美国在盟军的最高司令 默克阿瑟将军 就决定不审讯天皇 甚至不传召天皇出庭作证 有人认为 由于美国战后要接管日本 保存天皇制 是要安抚日本人民 巩固美国在日本的权力 日王御人战后继续在位 超过40年 直到87岁高龄世世为止 在他在生期间 完全没有为日本战事罪行道歉 正和天皇というのはね 非常に年を取って亡くなったけれども 一生 誠に戦争を起こ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ことを 言わないで亡くなった人でしょ 一番無責任な人です と僕は思う だけど日本人の大部分がね 今でもあんまり天皇とか天皇家の悪口言わないでしょ 1988年12月17日 在長期市議会的会議当中 有左派議員 問当時的市長本島等 日王对战争应该负的責任 本島等公開話 日王要負責 一月後本島等被右翼極端分子 从背部射殺 说要为天皇处罰他 不过本島等逃过大难 并没有生命危险 在右翼分子的眼中 指责天皇有罪是大逆不道的 不过有歷史学家就曾经指出 军事法庭没有审讯天皇是错的 亦都是令到日本人 没有反省的原因之一 下節我们会访问 头号战犯冬条英姬的孙女 有特色的,似是我的 对我的味道,自己判斥 我喝我的,Jordie Shandy Sharp Idea的原创 这样的,转正的镜头 试试给你看 Micky,拿着胎来 对了,对了 这个来,快点,快点, sit Micky,躲起来 高角度,zoom,躲起来 哇,幸好我镜头转得更快 那么灵魂的自由角度 只要Sharp才能做到 全新的viewcam Sharp Idea 留意Sharp Idea大赛 参观家电大展 看看哪个Sharp Idea 这块地,我们是志在必得的 港币一亿 100万亿香港道 港币一亿五千万 150万亿香港道 港币二亿 200万亿香港道 港币二亿五千万 150万亿香港道 港币三亿元 300万亿香港道 三亿五千万亿 全靠 竞争经历 容易引起常为不适 你需要为先哟 全靠为先哟 在承双承对的世界里面 才感受到生命的滋味 所以 大家乐出仙面上 热足100分的鸳鸯两焗 焗饭和焗意粉的创身 双重口味 在大家乐之享受到 大家乐 尽力尽心 永远100分 恒香月饼新一代 首创健康月饼 不要走步 简陋似清泉阳 有梦伴书场 有祸状片风 清爽兴奋作 来自新加坡的 虎头标区风游 凌晨止痛 一点一滴 都为你带来清爽舒适 愿与他常伴 每日也欢唱 你头正新感觉 新加坡 虎头标区风游 四日攻水一次 忍得 石油危机 忍得 潜逃谈判 忍得 今天全港六百万人忍无可忍 买信员数码电话 由二千四至三千九 问你怎么忍 一份不断的关注 令生活增添无限欢迎 一份圆圆的温暖 为彼此凝聚无穷眷恋 一个温馨一家 几时都在温情之下 Live in the town gas way 我曲听最锁致 你的心意我组织 麥斯威尔 你欢风淹沙吞 无论我身住 何何处 只要我用 Mr. Venho 享受更香浓的游闲一刻 麥斯威尔三合日 这里是来东京 无几远的伊豆山 在山的半腰 有一座高3.3米的 泥素观音像 观音望着西南方 是远眺中国的方向 而这个观音 亦和中国有深厚的渊源 制造这个观音的泥土 一半来自日本 另一半泥土 就来自中国长江流域 近南京一带 南京在58年前 被日军攻占 日军入城之后 进行了六个星期 惨绝人还的南京大屠杀 死了30万中国人 当年日军的将领 就是这个被称为 南京屠夫的松井石根 后来松井特定由中国 运了泥土回日本 还建了一个观音像 和这间兴亚观音庙 中国的兵士が流した地の土 日本的兵士が流した土 を各激战地から持ってまいりまして そして日本の糖度と混ぜまして そして焼き上げたものでございます 兴亚观音庙的理事 说松井石根这间庙 和泥塑观音 是要来懺悔的 不过 松井石根战后 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因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被判为甲级战犯 还和另外六个甲级战犯 一起被处死 他们的灵位 都摆放在兴亚观音庙 这间庙的负责人都相信 松井并不是屠夫 并没有下令南京大屠杀 而亦都有历史学家指出 在攻陷南京之前 天皇御人 已经委派他的叔父 亲自指挥南京附近的军队 架空松井石根 下令屠杀的是天皇御人的叔父 松井只是待罪羔羊 不过 他就甘愿为了保护天皇 和天皇的家族 而民调 松井石根和另外六个战犯 在行刑前 仍然高呼天皇万岁 而供奉战犯问题 一直在国际引起争议 曾经受日本侵略过的国家 就更加不满 兴亚观音庙的香火不算顶成 一年只得五百多人参拜 参拜的人当中 不少都是战犯的后代 包括头号战犯东条英基的后人 东条熟知是东条英基的孙女 今次是他第一次接受海外电视台的访问 他说东条家族已经保持监默五十年了 でも五十年はやっぱり黙ってました 注目してました 母とか兄とか おじたとかおばはね 絶対にその戦争で被害を受けた方々ね 日本もそう中国もそう 台湾も東南アジアもそう 要するに被害を受けた方々が生きてらっしゃる間は 口を開いてはいけないと 東条中将は陸軍大臣官邸に入り 東条英基是1940年成为陸軍大臣 掌握戦士的发展 1941年中央日本戦士的首相 1941年12月 東条英基内閣 带领日本偷襲珍珠港 発動太平洋戦争 在東条英基的陵内 日本侵战回来的版图 由中国東北伸展到緬甸 和新基内亚 日本差点可以完成 所谓大東亚共荣圈的美夢 日本戦敗之后 東条英基被判为 頭號的甲級戦犯 東条淑之は 知到很多人仍然憎恨他祖父 认为他是発動戦争的大魔頭 東条淑之 用岩浪游報紙的筆名 写了关于自己家族的这本書 他说 希望其他人 多些了解他祖父 人性的一面 那或者 就会审恕他祖父 冬条淑之说 他看过他祖父 东条英基留下的书信和日记 觉得他并不是一个这么坏的人 虽然他也知道 祖父对发动战争有责任 在东条英基的遗物当中 有这一撮头发 是日本决定投降当日 剪低下来的 在这一撮头发动战争有责任 那时候 他说到这个就会死了 他说到这一撮头发动战争有责任 决定投降 他说到这一撮头发动战争有责任 决定投降 他们的老振 决定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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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自杀 当时被救了一条命 但是就要面对由盟军组成的 军事法庭的审讯 1947年12月31日 冬条英姬在庭上作弓的时候指出 日王与人确实同意发动战争 他并且说 没有人敢违背天王的意志 第二日 军事法庭其中一位苏联检控官 立刻提出要起诉天王 但是一开始就反对审讯天王的 美国主控官就策划 要冬条英姬改口供 于是日王的亲信 就去到冬条被囚禁的巢鸭监狱 以天王的名义游说冬条英姬 一个星期后 冬条在庭上改变供词 说日王是反对战争 爱好和平的 战争只是由内阁策划 同一旺无关 冬条英姬最后被判死刑 在冬条英姬被判刑之后的遗书里面 对于发动战争并没有悔意 只是觉得打败仗是对不住国民 他这样写 作为开战之初的领导人 观败战之中局 实有断肠之感 我认为此次败战的原因 正在于没有得到东亚其他民族协助之故 冬条英姬在遗书 并没有向侵略过的国家 表示歉意或者内疚 他也认为西人是误解了日本 一部分人犯了个身 招折世界的误解 感到遗憾 冬条英姬是头号战犯 他的后人难免受到牵连 冬条淑子一家 试过改名换姓 躲在五年 最后都被释穿 结果被人歧视 淑子的哥哥上学 没有老师肯教 出街玩被人扔石仔 不过父母叫他们 不要还手 冬条淑子所写的这本书 在亚洲很多国家 都被拒绝出版 而淑子就否认 他要为冬条英姬翻案 洗刷他祖父 五光彩的声语 从孙女的角度来看 冬条英姬由发动战争到被民调 都是由历史的偶然造成的 不过这个观点 无论对远东军事法庭 或对被侵略的人民来说 都并没有说服力 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年 但仍然有不少亚洲人担心 日本的军国主义会复活 是一方面 日本政坛的主流 仍然受到右翼分子的操纵 死不认错 而另一方面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摧残的国家 不少人觉得 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 而不去反省侵略其他国家的罪行 甚至有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都说 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 下星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跟大家谈讨 日本当权派 至今仍强调 当年发动的是一场和平胜战 甚至认为南京大屠杀 是完全虚构 公开承认侵华暴行的老兵 如何以性命和死硬派周旋 终战五十年 下星期四晚十年会 真情即将不映 这样危险 个个恐怖 十几层楼高 垂直式滑水 为什么这么惊险 还有人肯玩呢 密室之中 穿上特制太空衣 互相以雷蛇攻击 重疹率达百分百 为什么这么危险 人们还愿意去试呢 恐怖鬼屋之中 有猛鬼无数 只只恐怖 兼且机关重重 为什么这么多人怕 还有人进去玩呢 黑人文化 为什么可以在日本大行其道呢 日本人为什么个个人 弄到个古列字的头呢 黑人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正一 正一